平面硬变解 我们再重复一下 平面硬变解 不是假设 ΦZZ等于ΦZY等于ΦZX等于0 然后我们说因为这三个等于0 我们自动的就变成只有八个方式 二维的边界值问题来做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说假设H等于无穷大 所以X跟Y方向的位移跟Z无关 Z方向的位移等于0 在这个假设之下 我们15个Govern Equation会减外为八个 而这八个刚好都是二维的 所以变成了二维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得到了15个减 6个音力6个音变3个位移 我们通通可以算得出来 那下一个呢 我们跟Z要介绍平面硬变 平面硬变就不大 平面硬变就是假设H非常的小 很薄 假设H非常的薄 那举例来讲 如果这是Sigma ZZ 这是H 这边是正H 这边是负H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两端 Sigma ZZ是等于0 然后这还是不会突然降不起来 所以我们假设它的音力分布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两端等于0 而中间呢 变化也不会很大 这又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它越小 上下都是0 中间变化再大也不会太大 所以我们就假设 通通等于0 这平面硬变的假设 那 首先我们来看 运气应变的关系是 因为Sigma ZZ等于0 所以 所以 等一下 你们依照这个箭头本身所看的 我们本来讲的 Sigma ZZ是等于浪打乘上 YX加YY加YZZ 再加上两倍的μ YZZ 可是因为Sigma ZZ等于0 所以我可以直接解 这个方法我可以解YZZ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 YZZ等于浪打 除上浪打加2μ YX加YY 因此 我们这边也告诉各位 如果 如果 是平面硬变解的话 YZZZ 也不是independent 我们刚刚讲的 平面硬变解 如果 是平面硬变解 我们得到这个 Port-on Ratio 如果 如果是平面硬变解 我的U可以变成负的 研究告诉你 在平面硬变的状况之下 Sigma ZZ不是独立的 在平面硬变解 在平面硬变解 YZZ不是独立的 它们都不会等于0 那当然 如果我把这个再带入 ΦX加ΦY加ΦZ就得到这个结果 也就是我们的Q就会变成这样子 只跟ΦXΦY有关 因为ΦZ是相一的 不是独立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也就告诉我们 在硬边位移的关系之上 我不要考虑ΦZ这一个 这是第一个 然后那15个Government Equation 也会简化为这八个 首先是ΦXX ΦYY跟ΦXY的硬变跟位移的关系是 另外三个 ΦZX跟ΦZY 因为ΦZX和ΦZY等于0 ΦZX跟ΦZY一定是等于0 所以没有了 然后ΦZZ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代替 所以六个硬变位移的关系是 又简化为三个 然后 硬力硬变的 硬力硬变的关系是 就像我们讲的 因为六个硬力只有三个不等于0 所以我们只有ΦXXYY跟ΦZZ这三个 另外三个因为硬力都等于0 所以它硬力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考虑了 所以这边又是三个 那最后 我的平衡方程式 也是简化为这两个 那个也是一样 第一个平衡方程式的第三项 因为ΦZX等于0 所以ΦZX对Z的微分等于0 没有了 第二个平衡方程式 因为ΦZY等于0 所以ΦZXYZ对Z的微分等于0 所以也没有 第三个都为0 因为不要忘了 平衡方程式的第三个 再给各位回顾一下 跟刚刚那个平面硬变解释类似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假设 这三个都为0 说这三个微分当然等于0 那平面问题根本不会有BZ 所以整个是0等于0 所以复材成两个因此 在这个假设 我是平面硬力的状况之下 我15个ΦZXYZ也会变成这八个 而这八个还是一样 看这边 这八个还是一样 可以解除这八个 另外七个我们来看 这个我还不知道 UZ我不知道 但是YZ YZXYZYZ等于0没有错 YZZ是跟这两个有关 它不会等于0 但跟这两个有关 我们也会得到 然后SIGMAZXXYZYZE都等于0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还剩下的是 我还不知道UZ等于多少 佛话这八个假 然后剩下这些都是一支 当然这个就不一样 这时候这边是等于0 SIGMAZZXYZ都是等于0 和YZZ是不等于0 但就等于我们刚刚写的 傅任何重Fel 让它除上让它加两倍的Mul 乘上YZZ亿YY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平面硬力解 平面硬力解的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我们还是假设H够小 可H不可能是无限小 总会有一个厚度 它问题在哪里 我们这边从头到尾 我们可没有假设 不像刚刚 我们说假设 由X跟Y方向位移 跟Z无关 我们这边从头到尾 没有假设 跟Z无关 所以 这个边界值问题 这八个解采的答案 理论上会方向辅Z 因为我没有说 它跟Z无关 这也是实际的状况 可如果这种情形之间的话 我没有办法 让它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因为我们的边界条件 跟Z无关 所以这就是平面硬立架的弱点 平面硬立架的弱点 这个是平面硬立架的弱点 就是这么单纯 因为 我们这边没有说 它跟Z无关 说它解采的答案 应该有Z 正常来讲 可是它真的是方向辅Z 它不可能满足 我这个边界条件 这是平面硬立架的弱点 也就是它 为什么会跟实验值 也会有差的原因 事实上你没有办法 真正去满足边界条件的 因为我们到时候 这个刚原位 还是要配这个边界条件 会有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状况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在两端点 Sigma XS加Sigma Y等于零 那我的平面硬变解 就会exaction solution 我们现在看看 平面硬立解 在什么条件之下 会变成exaction solution 也就是说 我的答案 就会跟Z无关 那这个呢 也是要在一个假设之下 第一点 我们假设我的工作键 是simple connected 没有孔 而且忽略body force 这是个条件 如果我工作键 是simple connected 没有孔 而且我们忽略了body force 那我的平面方程是 就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这个平面方程是这样子 而且因为这工作键没有孔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函数 phit1 使得sigma XS跟sigma Y 和phit1是这个关系 也可以找到一个函数 phit2 使得sigma YY跟sigma YS 和phit2是这个关系式 你们把这两个式子 直接带进去 第一个平面方程会自动满足 把这两个式子 直接带进第二个平面方程 也会自动满足 可是我们要保证 可是我们要保证有这个函数 因为等于负的 因为负的phit2对Y的为分 所以代表加上phit2对Y的为分等于0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又跟前面评论很像 那我们会又存在一个方程 sign 存在一个方程sign 使得呢 phit1、phit2跟sign的关系 还是要你把这两个带进去 也会自动满足 那也就表示 到这种程度表示 有这个方程sign存在 我把这个sign带进去 我会得到这个 事实上这代表了什么意思 这边我们讲说sigma XX 等于一个函数sign 对Y的两次为分 sigma YY 等于一个函数sign 对X的两次为分 sigma XY等于负的sign 对X对Y为分 这是什么 事实上 这就是 因为我只有两个平原方程s 我要解三个位置数 sigma X sigma Y sigma XY 所以我们把这方程合并起来 你们都知道 两个方程s解三个位置数 是解不出来的 你能解除互相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 互相的关系 我们变成了 只剩一个位置数sign 也就是我只要把这个sign找出来 我sigma X sigma Y 跟sigma XY 都会找得到 这个sign 我们把它叫做 sigma X 然后重点 我们后面会再提到 那你们会说 这一定有个gobbing 区训 我们在下一节会讲 我们现在只要告诉各位 什么状况之下 平面硬力解 会有个在手流群 不要忘了 到这边为止 这个sign还是 function of Z 他没有说跟Z无关 也许我的平面硬力解 还是不会exas 下面有个定理 这我们不证 这个就是sign 如果针对某一个平面问题 它的中间截面 你用这个gobbing 这个边界条件 就是原来的边界条件 sigma I接N接 等于sigma X bar跟Y bar 这是我的边界条件 你从这边解出来的 这个函数sign 如果满足下面这个条件 就是laplastic side 等于ax加by加c 有点我给你一个平面问题 有一个截面 这个方程是怎么来的 我们在下一节会 给各位看 我们先摆在这边 如果给你一个平面问题 然后针对它的中间截面 理解这个边界值问题 我要强调 这个就是sigma xxnx加sigma xyny 等于sigma yy sigma xyx加sigma yyny 等于sigma 2 bar 这个就是真正的边界的条件 我解这个东西 解出来sign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个平面问题的答案 跟z无关 而且它的毅力值 就等于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真正解平面 毅力解的时候 定好 我们真正解平面 毅力解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解的是 这个答问题 解出来的 万一满足这个条件 我的平面毅力解 就叫exact流血 因为它会跟z无关 这是可以证明 只是呢 我们不在这边证了 配合这个边界条件 这个就是平面毅力解 可以会变成 exact流血的状况 只有在这个状况之下 但一般来讲 这个条件 不一定会满足 不一定会被满足 所以也是一样 通常平面毅力解 也不是exact 那我们真正的平面毅力解 我们是叫什么呢 在这个边界条件之下 以及这个 我们加一个假设 我们就假设这堆东西 这一堆跟z无关 我们真正解平面毅力解 就是我们就假设跟z无关 因为这个跟z有关 我根本没办法解 我没办法满足边界条件 我就假设跟z无关 那这样子得出来的答案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z independent z independent Place 3 solution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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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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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